兴儿被公子救下后 公子又借着教武功的名义来和他跳舞 完事还给兴儿低了点眼药水 宇文月要带他参加一场宴会 而且他用叠纸天眼探测到 这场宴会不简单 两人刚出门就遇到了已经等待多时的燕巡 他还有一个月就要回燕北 希望兴儿能和他一起回去 人家月公子还在旁边呢 当然不出意外地被拒绝了 可惜了燕巡的一片真心 宴会是公子们正在欣赏舞蹈 宇文月一眼就看出 这个蒙面敌女子不简单 就在他离开时 兴儿闻到他身上的香味 就是那晚莫名其妙阻拦他的人 兴儿回头请示公子 宇文月示意他跟上去 这个女子其实就是大梁的公主 她和宇文怀勾结想要打探蝶子天眼的消息 所以故意举办了这个宴会 邀请宇文月过来 再趁机溜进青山院 可他没想到宇文月身边的奴婢竟然也是高手 兴儿一路跟踪他到了青山院的密室 两人见面就打了起来 这位公主的身手也不落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就在这时宇文月赶了回来 公主见状立刻开溜了 月公子跟兴儿说 我在考虑要不要杀了你 因为这个地方是蝶子天眼的核心所在 任何外人闯入格杀勿论 可他怎么舍得杀了兴儿 他告诉兴儿只有青山院的蝶者 才有资格进入这里 公子真是好套路 明明是他让兴儿去追别人的 就这样 兴儿成了青山院的蝶者 这边大梁公主回来后一脸的郁闷 这宇文月不铲除难成大几 可他身边高手如云 再加上他自己也高深波测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兴儿 他意识到兴儿可能就是宇文月的软肋 就凭当时在密室里 宇文月为了保护兴儿任由自己离开 他准备好好利用这个兴儿 这天燕巡又来劝兴儿跟自己走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把笑 却不知这一幕被旁边的醋坛子看见了 过了一会兴儿端来要给他喝 兴儿正打算离开 突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味 打好兴儿不打算跟烟寻走 让他放心 公子这才听话的拿起药 乖乖把他喝了 刚才还咸苦 现在尝起来似乎还有点甜 公子心情大好 将兴儿带进了密室 把叠纸天眼最大的秘密告诉了他 并奖励给兴儿出府对牌 以后兴儿可以自由出入青山院